我叫梁远斌 我是神山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也是我们井干山市 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 在井干山区 我算是做电商 应该是第一人了 07年毕业之后 我一直在广东沿海工作 也是农家子弟 要面产工 就是家乡经常寄一些侧盘 然后这些我们就拿到一些工友 分享一下 他们觉得我们井干山这边的侧盘 味道好 品质好 还会说出钱 叫家里帮我们寄点过来 加上我自己想创业的想法 我就回来了 我一开始我是在各乡镇 就是走劫串户的去收 老表家里面收集农户产品 像豆角干 萝卜干 像笋干 土鸡蛋 干都还可以 满香 这个货也还不错 来 银子住 然后收回来我们进行包装 挑选 因为我们在工厂做过 有个品质观念 一定要把好品质管 然后通过我们加上了油增快递 发货到买家的地址里面 我们是在寻找 想推出 就是井岡山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品 当2016年2月2号 我们洗手洗 在神山城市的时候 这个跟村民一起 亲切打的瓷八这个画面 在各种平台播出之后 全国各地 对这个神山瓷八 就更加关注了 我们是现在以前 就是被毛主唱点钱 现在就给我那个小儿子 打点瓷八 你看机好 到门口还可以唱钱 主席也讲了 打瓷八越打越年 身份就又过越甜 我们现在办这个场的话 应该到时可以提供 最少一百人的一个就业岗位 我们帮村民代表 他们全城 每个人的一个新农堡 新农河 第二项美卖一河 两块钱分红 帮助村积体经济发展 我那个时候可能是零吧 就我一个人做电商 在井岡山 现在逐一年发展 我们电商协物层 也有活跃的有两倍多家 我们井岡山政府 也非常的重视 还成立着专门的电商办 我们一起做一些电商创业 一些推广 还有电商技术的一些培训 就是最近从外面回来 再加上回来放一页的 所以在外面要更强 而且还能帮助井岡山 这些农河产品销售 我觉得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已经做了十年的电商了 家庭的一个生活品质 因为做电商也得到了提高 最有成就感的 应该是我觉得直接的帮助一些人 帮他们解决一些农产品 这个自销问题 坚决地影响了一部分创业者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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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